有些评论被翻译成那个中文了 你所说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纽约时报书评的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 我觉得有点怪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怪 就是他 你不知道他究竟想批评什么 就是他好像写的比较横横糊糊的 就是他不是那种很清晰的 但是呢 有一个确实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大家阅读的一个感受 就是他认为中国文学是很难翻译成英文的 一个中文在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改变 会有一些流失 这我认为是应该的 但是反过来也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增加 这并不是一个坏事 但是你说要是完全是原汁原味的翻译 我想那是不可能的 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在读美国文学 在读世界上文学的时候 我不会对每一句话都会在意 因为我认为阅读文学作品 它不是那个做学术 你不需要每一句话都会弄明白的 有些话不明白你跳过就可以了 不会影响你对这本书的评价 我认为好